另外李强6号下午还前往亚万高铁考察 并且试坐亚万高铁列车 成为乘坐亚万高铁列车的第一位中国国家领导人 中国高铁走出去 第一站就是在印尼 亚万高铁西起雅加达的哈利姆站 东道万龙的德卡罗尔站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第26次 中国东盟10加1领导人会议 第26次东盟中日韩10加3领导人会议后 来到亚万高铁的亚加达的起点站哈利姆站 对即将投入正式运营的亚万高铁进行考察 总理李强将搭乘6号车厢 乘坐G5907班次的亚万高铁的列车 他是乘坐亚万高铁列车的第一位中国国家领导人 哈利姆站到卡拉旺站距离40多公里 列车最高时速是350公里每小时 李强登上列车 当地时间6号下午3点56分列车启动 15分钟就从哈利姆站到达了卡拉旺站 在卡拉旺站 李强听取了对亚万高铁和车站建设情况的汇报 他也询问正式运营还面临什么问题 随后当地时间下午4点22分 李强又换乘从卡拉旺站 回哈利姆站的反乘高铁列车1号车厢 回到哈利姆站 印尼海洋与投资统筹部长卢胡特 全程陪同李强考察并乘坐 亚万高铁列车 我们非常有趣 跟这车的车争 和发表运的车争 看起来 非常高 我们也讨论了 我们可以来带到苏州亚万高铁列车 当时它会立起来的车争 车争 要立起来 但每个人们都想要来 亚湾高铁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构想的标志性项目 全长142.3公里 全程设有4个车站 全线采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 是印尼和东南亚第一条高速铁路 凤凰卫视高棉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报道